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川大学教授段奕祥 带着他的好朋友西班牙著名国立综合大学 奥维耶多大学物理学教授乔治一起游览 在这个中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里 感受着一千八百多年前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英雄胸襟 现在可以读 lite吗 我可以读一点 一点 这个名字是亲闲成元晓元晓元 亲闲也许可以关心社人 现在我们在成都这个区域 我们试图要得到泰连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阶段 公元三世纪初的东汉末年战乱频繁 曹操 刘备 孙权三国势力 形成未属无三国鼎立的局面 成都正是刘备当年建立蜀汉政权的首府 一千八百多年三国文化的浸润 让成都当之无愧的被称为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对于四川大学的教授段奕祥而言 也正是那一份解不开的三国情节 牵引着他从美国来到了成都 段奕祥出生于辽宁 27年前他作为吉林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联合培养的分析化学专业博士前往美国 成为了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 在美国工作16年后他有了回国的打算 心中怀揣的三国文化让他最终选择了成都 成为了四川大学的一名教授 我回来之前也曾经想过到哪去 出于综合考虑 我觉得成都是一个不错的城市 很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优势 成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创业基地 好 好 好 早安 各位先生 首先 我愿意感谢所有的优势 特别我愿意感谢 教授 非常感谢你的很好的家庭 像我中国的研究家庭 乔治与段奕祥六年前在美国的一场学术论坛上相识 当时年仅36岁的乔治 已经是西班牙皇家物理学会 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分会主席 两人一见如故 一段跨越重阳的友谊由此开始 今年夏天 乔治受好友段奕祥之邀来成都一个月 感受这座城市的生活 也了解好友段奕祥在成都的发展 为两人日后的跨国合作寻找机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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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我认为是因为有很多学生 八年前段逸祥从美国刚刚来到成都时 在四川大学创立了分析仪器研究中心 八年的潜心研发 让他和团队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 极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 短短五秒钟 眨几下眼睛的功夫 段逸祥研制的极光光谱分析仪 就快速检测出了两枚硬币的成分 快速 高效 便携的特点 让这个仪器一经推出 便受到市场的广泛好评 如今 段逸祥团队研制的 极光诱导击穿光谱分析仪 已经成功实现技术成果转化并落地 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 石油钻井 矿石开采等多个领域 这是教授的研究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很刺激研究研究研究 他们从底部研究研究 开始从研究研究研究 在成都 段逸祥建立了世界领先的 激光光谱分析科学研发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拥有四十多位四川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而他本人也被聘为 中国第三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四川省百人计划专家 成都市荣飘计划专家 同时还入选了 成都武侯区诸葛精英计划 成都有一系列的人才计划 而且对于每一项人才计划 都有具体的方方面面的支持 包括财政的支持 包括这个政策 还有银材方面等等一些支持 所以成都市总体来讲 成都市对这个银材还是非常重视 所以这一点当然也是 对我们来讲 从海外回来的那样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段逸祥身上 乔治深切地感受到了 成都优质的科研环境 食材爱财的传统 今天两位曾在段逸祥团队工作的学生 专程回到母校 希望和远道而来的西班牙教授一起 过一个难忘的中国传统的节日 中秋节 乔治教授 但这段因科研合作而生的跨国情谊 也延续了他与成都的缘分 两位教授期待着今后 在成都更进一步的合作 在台课上我会认为 生日安语的年轻人 一样的节目 在台课上 高兴 中秋节 在未来我们可以认识 欧洲是我们的市场 我们只是等待 接下来的国家版 希望我们可以在斯坡里获取音乐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成都吸引了一大批文化创意 新经济高科技 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 除此之外 金熊猫人才计划 成都人才计划 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也为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落户成都 打通了绿色通道 据统计 从2017年7月到现在 超17万人落户成都 未来他们也必将为成都的城市发展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